今天台股有一个神奇密码 这个密码仿佛预告了 9月份的台股很好赚 到底应该怎么赚 今天节目记得看到最后 大家好 我是林云凯 8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来 我们看一下 今天上涨了66点 说在22268点 好 那重点不在日K 在什么 在月K 有没有看到 这一根月K棒 收得有够漂亮了 2000多点啊 2600点的下影线 各位 重点是什么 刚刚讲神奇密码嘛 密码是什么 你有没有发现 台股这个月哦 8月是收红的哦 收涨的哦 涨多少 68点 今天台股上涨66点 整个8月台股收涨68点 有没有很刻意 今天的上涨 就是为了让台股 8月收红 就是为了让台股 8月收红 而且你看啊 这个买盘有多强劲 记不记得 8月初发生什么事 亲爱的 点1000点 点1800点 可以这样收 8月份可以收涨 有够离谱啊 不过这个同一时间 说明了台股下档的买盘 有多强 我就讲一个最好的例子就好了 来各位 你看一下 昨天 你会觉得昨天发生什么事情吗 好像还好 我们稍微把它放大一点点来看 来各位 这几天 就横盘整理嘛 昨天好像也没发生什么事嘛 还是收红K嘛 对吧 请问你 昨天是不是美超围 和挥达 双财报利空 美超围财报金盘 金传造假 挥达他很好 你就说他不扣好嘛 差于预期嘛 美股四大指数全跌 台股呢 台股呢 昨天台股从大跌将近360点 到止跌168点 表面上完全让你看不出来 真的有够强 真的有够强 所以8月的尾声 最后一天又是季底了 9月份刚好第三季的季底了 你动作真的要快 好不好 所以今天咱们必须得要来一首歌 来什么 动作要快的歌嘛 再埋进一点点 你就转满手 再勇敢一点点 钱就跟你走 你还等什么 时间已经不多 再下去只好只做街友 最后一个字讲得很讽刺 我跟你讲 你现在再不勇敢一点点 到时候你就不要说什么 我要去公园睡觉 网友都喜欢讲 我要拿纸箱去公园睡觉 你就真的做街友 好不好 有赚钱不用做街友 有赚钱人人都想当你朋友 好不好 那我们回到台股来看 其实就目前现阶段的一个形态来看 大概也知道说台股的状态叫做等待表态 等待表态 月线与季线之间 季线是这条黄色的压在上方 月线在下方 对吧 蓄势待发 呈现一个低不破 高不过的这个姿态 就等待嘛 对吧 可是我讲过咯 就技术面来讲 就技术面来讲 最有机会呈现怎么样的走势 月代计 月代计 来我们看这边 请注意一下 这个有一个小小的向上见头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扣底 扣底 月线正好今天已经进入到这个扣底值 1800点这根暴跌段的扣底 急速向下扣 好这是20哦 如果是22呢 22更好 22现在会在这里 MA22月线的话 它会开始急速向下扣 20已经扣到这边了 对吧 急速向下扣底 所以呢 20的月线今天已经 翻扬向上了 有没有看到 已经正式向上翻正了 这条线已经走平翻扬向上了 然后 随着时间的进行 月线扣底嘛 对吧 尤其是22 向上的角度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接着带动 K棒 往上 去做穿越 继线的动作 这叫什么 黄金交叉 黄金交叉 总学过吧 黄金交叉知道吧 这个时候如果再搭配成交量 来 放大到4000亿 今天不算啦 今天月底最后一天 今天400也有4000亿 可是如果说接下来的几天 再搭配 同样是维持4000亿的重量 更漂亮 更漂亮 可是当然这个是纯粹技术面的部分 如果我们再带入到现实面 我请问你 下个礼拜有没有什么重点大事 能够去触发台股突破季线的 还真的有 还真的是有 下个礼拜三 国际半导体展 下个礼拜四 美国要公布出请世界金人数 不要小看这个 昨天晚上就是因为这个数据 让今天的台股 一路走强了 对吧 美国出请世界金人数 实际231K 预测232K 所以稍稍的 一咪咪的优于预期 让今天的台股能够去拉高 能够让月线收红 上一次台股攻上月线 各位我讲的就这一天 来放大一下 不对 来 这边 这一根红K 上一次台股 原本是被月线压着 能够忽然一个跳空长红K 收复月线收复季线 靠的也是这个数字 靠的也是初请世界金人数 不过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放眼全市场 除了我 没有人会告诉你 来 什么叫做 有预告有图 有真相 8月14号 准备要公布初请 失业金人数前夕 有没有 反而在于礼拜四 初请失业金人数 只要失业金人数降下来 就有可能让台股 直接喷过这个关卡 什么关卡 月纪线关卡 去年到今年大家都在看通膨嘛 殊不知 到现在通膨不是重点了 通膨不通膨不重要了 9月会降行 难道是因为通膨吗 是因为失业率看起来快失控了嘛 经济可能要不行了嘛 所以才会讨论到 到底9月要降一码还是两码的问题 那降一码或两码 这9月的重点 可不是今天的重点 我们先把台股讲完 好 下个礼拜的台股 有机会借由月线的快速拉升 月线的快速拉升之外 搭配半导体展 以及相关的就业数据 不过下个礼拜也比较特别 因为下个礼拜最重要的 反而不是初请失业金 因为下周五要公布 非农就业数据 非农就业数据 这个数据的重要程度 会比初请失业金重要很多 那这些都是台股有机会去 直接挑战季线的触发点 那么至于后续这些数据 台股的走向会如何 你就得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了 LINE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小小鼠WN16888 LINE要记得加 好不好 LINE加起来有多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说来惭愧 昨天因为我自己 节目上这个时间控制的没有很好 所以很多股票我们来不及讲 我跟你讲 这个分析师真的是 尤其上电视 有多辛苦 我们这个节目时间 扣东扣西扣广告 24分钟 大概24分多 顶多给你什么 振负15秒 这个时间要拿捏得非常精准 其实不简单 所以有时候节目上来不及讲的 或者是一些晚上才出来的重要资讯 有时候清晨也会发文 我就会在LINE 这个地方 需要的话你可以直接扫 我们会在LINE做分享 所以LINE加起来 节目上还有任何的资讯 你都不会漏 那昨天我们漏奖的几张股票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提 反复提醒一下 3374的精彩 来各位 昨天因为创历史新高 所以昨天没有讲到很可惜 今天虽然是跌 跌4.66的百分点 可是我们说过 它还是再度刷新历史新高 283 创建的股票都不用先自己下自己 多看一两天再说 高峰 我多看一天了 昨天收黑今天真的又跌了 这个好玩 这个就好玩了 因为礼拜一我有公开提醒过你 同样 这是我交我LINE的好处 来各位 礼拜一我在我的LINE是这样发文的 来请注意 高峰 大涨创收盘新高 明天也就是礼拜二开始 解除处置我清零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话才讲完 礼拜二涨停 礼拜三涨停 昨天又创新高 可是昨天是创高拉回 今天继续拉回 怎么办 真的担心 很简单 我们把一条线叫出来 这条线叫做五日线 小橘橘 橘色这条线 来我们给它粗一点 小橘橘叫出来 给它放到最粗 来橘色这条线 跌破五日线获利出场 真的担心的 跌破五日线就获利出场 我们上一波也是这样子 一路往上攻 然后上个礼拜我就讲了 跌破五日线获利出场 四块获利出场 大跌的时候怎么选标股 来各位 来8月5号 大跌1800点那一天 我还挑高峰跌停那一天 我告诉你什么 能守住纪线都占强啦 相对选股法 对吧 大跌如何选标股 还守住纪线的 更何况它是守住 蓝色这条耶 月线的耶 月线都没有跌破的耶 强到不行 可是到上个礼拜 我就说嘛 有赚钱的 跌破五日线 考虑先出一趟 把钱放进口袋 你也踏实嘛 更重要的是 你会有信心 你会有信心 俗话说得好 人是英雄 钱是胆 口袋有钱就有胆 有胆再去拼下一档 有胆再去拼下一档 所以你看 我带的不只是股票 我还要带人心啊 还要带人心啊 很多飞行师跟你讲说 机械化动作 我们要没有情感 我们要理性 该砍就砍 不对就砍 换股操作 讲得很简单啦 如果大家都可以 这么杀伐果断 世界上不会有散户了 因为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盲点 每个人都会有 自己的情绪 个性 犹豫不决的地方 但是我懂你 好不好 各位朋友 我懂你 该换股的时候 我会提醒你 对吧 我会说我来帮你 好不好 8月8号那天 我说 很多飞行师 父亲节 在推什么 父亲节专案 推什么父亲节专案 那个叫什么 叫你缴钱入会 父亲节 台股刚刚大跌完 叫你缴钱入会 那就叫不懂你 股票都卡住了 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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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 帮你解决问题才对 对吧 帮你解决套牢的问题 才叫做父亲节礼物 所以我鼓励你换股 我鼓励你换股 可是方向我要给你 怎么换 你可以来找我 做一个简单的持股见解 那怎么换呢 方向我也给你 对吧 守住季线都算强 守住月线更漂亮 强于大盘的股票 它就是一种选择 可是 在八月第三周上个礼拜 跌破五日线 这个地方 你可以选择获利了解 心里很踏实 也开心 可是当机会又来的时候 当机会又来 礼拜一的时候 对不对 解除处置的时候 我会再一次提醒你 我们一起再赚一波 就赚到礼拜二涨停 礼拜三涨停 昨天再创新高了 这才是身为一个分析师的价值 不是吗 下半段 我将继续提供本节目的价值 休息一下 八月初突如其来的大跌 真的跌出了很多机会 因为不论好股票坏股票 股价通通都有收正了 所以八月真的有很多题材可以把握 你只要锁定我的节目 这些题材这些机会 我都会尽可能的与你分享 尤其有些题材 我都可以很大方的说 你不需要加入我的团队 你自己买吧 你自己买吧 比方说谁 星光金 心心病的题材 对吧 我跟你讲 八月十三 我跟你讲了嘛 星光金 台新金 中信金 都别买 真的要赚 你自己买星光金 你就自己买星光金就好了 什么叫专业 什么叫专业 这几天我看了很多分析师的节目 有的跟你讲说什么 他很懂并购 很懂会计报表 叫你买什么 叫你买中信金 叫你买台新金 最后你赔的满天星 你不如简简单单听我的 买星光金就好了 一个跳空上来 后面我还跟你讲没赚头了 好不好 我跟你讲 最好赚的行情已经没有了 最好赚的行情已经没有了 可是至少这一根 我已经提醒过你了 好不好 那现在你资金可以挪出来 去买其他股票了 还有这个什么 MACI也是 超级送分题耶 亲爱的 超级送分题 有没有提醒 对吧 8月13号 三个月一次100%胜率 超级送分题又来了 我还说什么 100%的胜率 你还不敢拼 我也没法赌啊 就这14档 14档股票 我也随便你买 我就告诉你胜率100% 到今天为止 我们看一下 来各位 到今天呢 虽然说 看市场有长有低 4档是跌的 你是不是骗的 没有 我跟你说过很清楚 为什么讲胜率100% 因为从生肖日到 更正从公布日到生肖日 这一段期间 你有没有发现 每档股票都有表态 它不见得涨到最后一天 至今涨幅 我们抓的是最后一天嘛 可是 我说从宣布日 到生肖日这一段期间 它都会涨 你自己看 从陈明店到联军到德韦 少一点的 赚6%赚5% 多一点的联军涨到41% 请问你 哪一档没涨 哪一档是公布之后 它就往下走的 每一档都有赚钱的机会 只是你有没有好好把握而已 你不要放到最后一天 你中间难道没有机会 赚两成 赚三成出场吗 怎么会没有 礼拜三 我还特别跟你讲 你如果要把握MACI的最后两天 你就买涨幅最落后的 去拼一下 比方说 来各位 涨幅最落后是谁 金利科 昨天拉长虹啊 今天有没有 还有先创新高 最后才杀下来 对吧 亚新也是啊 各位亚新今天 有没有看到 早上十点过来开始急拉啦 怎么会没有赚钱机会 我不敢说赚多少 可是小赚绝对没有问题 这个也免费送你啊 这个也是免费送你的啊 可是 九月开始不要开玩笑了 好不好 现在八月尾声了 九月开始不要开玩笑 不要再赚小钱了 九月我们要来赚大的 我们要来赚大的 陈若昨天在解读 灰达和美超委财报的时候 我下了一个最直接的结论 AI没有结束 它只是迟到了 AI没有结束 它只是迟到 可是这个迟到 正好给了你进场的机会 所以接下来 我们还是要从AI出发 从半导体相关去做发散 第一档股票我们来看 各位万润 万润今天再创新高 可是我先讲哦 这一档股票 我们同样在上个礼拜 跌破五日线的时候 去做获利出场了 可是想到万润 你应该想到谁 资深观众 你一定知道是谁 早在六月份 我就不断不断提醒你 惠特是接获万润转单的厂商 没有错啊 就是今天一度亮灯涨停 也创新高的惠特 有没有比万润强 之前讲过很多次哦 来各位 很多很多次哦 来 八月八号 那时候我们还讲嘛 八月八号付金钱 你来找我换股 对吧 还有什么 中兴电 我们这位朋友 A什么的 中兴电没问题吧 手上27张均价200 还想再加码10张 我说什么 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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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资金买惠特 中兴电也换惠特 我还特别给你提醒哦 跌破五日线不用出哦 我们是有目标价的哦 对吧 然后八月十号 我挑明的跟你讲啊 我们就换惠特的不少耶 不要说我只挑涨的时候讲 各位 惠特在这个 最低点的时候 我还特别把这两个股票拿出来讲 好多网友来呛我 惠特你为什么不说 你是不是怕了 你是害怕 还是忘记想起来 我怕什么 我们有目标价了嘛 我跟你讲得很清楚嘛 那 回到我们这位 新晋会员 中兴电 有患 真的叫做有保佑 真的叫做 祖上保佑啊 有没有 现在抱着中兴电 你有贪不 画了一道Rainbow啊 彩虹啊 彩虹下来 上去一下就下来了 你敢有贪 有解套吗 有200块吗 换成惠特 不会比较开心吗 这故事我讲过太多次了吧 你可以自己去换算 好不好 37张中兴电 8月8号放到现在 可以赚多少 你不能说他没涨嘛 他就涨一些 大概赚30到35万 有到200块 让你解套吗 没有啦 换成惠特咧 中兴电 多你的产值 多增加30到35万 换成惠特 你至少赚200万 你至少赚200万 这才叫解套 这才叫反败为胜 还胜很多 对啊 你的口袋里胜很多 你也胜利胜很多 不是吗 好 那上个礼拜 我们换股的例子 我们举的是谁 来 节目上 节目上 公开跟你讲的 对不对 8月20号公开跟你讲的 谁 有没有看到 台华换波洛威 这个字解析度有点差 因为我们为了 节目内容忠实呈现 不要说我在那边造假 好不好 许先生许太太 台华投控换波洛威 我跟你讲 你有种的 台华继续抱着不要换 许先生许太太 我不是说你们 好不好 你们很听话 换得很漂亮 好不好 各位 台华投控是要干嘛 你抱着台华投控 是要干嘛 有赚嘛 有赚嘛 换成波洛威 你不要看他这样子 他今天也创新高 他连着一直在创新高 我跟你讲 换成波洛威 到今天你可以赚110万 你可以赚110万 波洛威没买 没关系 礼拜天 我再发个文章 我再跟你发个文章 加LINE很多好处 好不好 礼拜天的时候 你都会发文 说波洛威上权 小友斩货 我还在跟你分享三档 天红 汉磊 光盛 来 上权 昨天大涨创新高 今天也不差啊 天红 没有喷吗 有没有喷 来我们每档都看 无档股票 档档看 我不会只看涨的 汉磊跌嘛 来各位 汉磊 遇到前高 因为这边带量 前波高档的压力 所以呢 遇到前高之后 小创新高 开始回档整理 季线附近 可以考虑加码 光盛也跌嘛 光盛我也考虑加码 我也打算要加码 可是光盛的买点 这要跟着筹码 要跟着筹码买 节目上我先不讲 想要加码的 你直接来问我 你直接来问我 联军 这个月因为 MACI的效应特别强 可是今天生效 因为已经连拉几天了 我先获利了结 资金我要等着 加码到其他股票 君豪 今天还是不错 对吧 昨天大涨 再创历史新高 我要讲了 君豪到昨天 我们已经赚174 不是74 174 不要觉得夸张 有图有真相 6月3号买的 好吗 6月3号买的 这个人叫谢君豪 猜不对 觉得说投机取巧 真的假的 没关系 当天节目上 还你自己去看 6月3号的节目 我直接跟你开牌 我就说我们今天买的 就是5443的君豪 好不好 这档股票 先不急 赚174%了 获利继续奔跑 不急得出 台湾精锐 邦邦 亮灯掌停 这档厉害 我就讲了嘛 机器人概念股 我琢磨不多 大家还在跟你什么 索罗门 罗生 我说根本是 罗生门的时候 我都不看 我就除了高峰 智茂 我只看台湾精锐 我挑明了跟你讲 对吧 筹码很漂亮 基本面不错 基本面给你看 技术面 更不用说嘛 月线从来到来 没有跌破过 本来就符合 我的选股逻辑 当然有够喷 对吧 各位一下子 200多300多 今天已经快要 550了啦 快550了啦 可是话说回来 真的要说我现在 手上有什么 挥达相关的 然后我认为 最有把握的 而且是风险最低的 然后呢 潜在获利空间 最大的股票 那还得是他 好不好 那还得是他 就是我们从上个礼拜 讲到这个礼拜的 挥达黑麻 那还得是他 昨天跌的时候 昨天我还跟你讲 我不用 我不怕 不怕你讲 好不好 他昨天就是跌 他昨天就是跌 可是呢 开低之后 马上拉高 一度还翻红给你看 跌 我还告诉你 请你好好把握 没有把握怎么办 今天盘中 他已经先标 半支涨停盘了 今天盘中 他已经先标 半支涨停盘了 没有在开玩笑 可是我提醒你 这只是个开始 你不用太紧张 这只是一个开始 我就说了 你看这是月线 假设他在这个位置 他只要回到前高附近 从这边只要回到这附近 不用过高 不用创新高 光是这一段到这一段 已经有至少 四支涨停盘的空间 至少四支涨停盘的空间 如果前高过了 如果只要过高 那个叫做台语的 逃鬼心就过 头过身就过 赚到一倍都不是不可能 你看一下月线这个多头格局 走得多漂亮 拉个上一线出来 多漂亮 如果说真的过前高 赚一倍都不是不可能 下个月我们就看他表现 好不好 那一样 有任何问题 欢迎你可以先加入我的LINE 小鼠 打不来 116888 adwin 116888 任何问题 线上询问 广告08001电话 也可以直接帮我来 加价 任何问题 都可以询问 好不好 我们下次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事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